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大家可以看到 這部影片的場景算是比較不一樣 因為這部影片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各種直播 例如前一陣子的iPhone 14直播 我大概是怎麼佈置我的聲音 因為雖然直播來講 大家可能都想要看到我的帥臉 可是其實直播還有一個最重要的東西 是大家注意到的 那就是你的收音麥克風 應該要是大於你的臉 除非你看的是一些海鮮台 所以以直播來講 最重要的一個東西 其實是我們這一支麥克風 有一支好的麥克風 其實不只是直播 你甚至是要打遊戲 玩Discord 甚至是加各種不同的社群 你要唱歌都非常的好用方便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 就跟大家開箱分享 我使用Blue系列 全部的麥克風下來的心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螢幕前面這裡已經架好 最知名的Blue麥克風 叫做Blue Yeti雪怪 那也Blue Yeti雪怪 其實有非常非常多顏色 供大家做選擇 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這兩支 炫光白跟甜美粉 這兩支是跟Logitech G 一起做聯名推出的 甚至是你看我前面架的藍色 還有黑色 甚至還有銀色 有的非常的好看 雖然說我手邊有三個 不同價格帶的Blue麥克風 但其實這個最標準 最平價的Blue Yeti 還是有一些無可取代的優點 第一點就是架設方便 你可以看我架在電腦前面 其實是非常的簡單 我卻只是很簡單的 架上一條Micro USB的線而已 另外一端就是USB的端頭 我直接接到電腦 我就可以立馬使用這支Blue Yeti 雪怪麥克風 完全不需要什麼多的XLR線 什麼幻腔電源 有的沒有的東西 你甚至要插耳機監聽也可以 而它本身來直接付給你一個很漂亮的麥克風架 不然有時候我買到他盤的麥克風 可能麥克風架都要另外選購 那這個麥克風架也是可以調鬆緊的 只要你左右兩邊的螺絲端 把它鎖緊 你就可以自己調到你想要講話的角度了 當然客觀來講 你也可以在架不同的麥克風架 但我覺得內建的麥克風架就已經非常非常的好用 再來這個優點就是它功能齊全 不管你是要一鍵靜音 一鍵調整音量 甚至是後面這裡也可以讓你很簡單的調整你的收音模式 你可以看我現在使用的是立體聲模式 我自己覺得立體聲給大家聽起來的感覺算是最有磁性 那當然如果你本身是直播或者錄音Podcast 你也可以改成一個心形指向的收音 我切給你看 那現在這個就是心形指向收音聽起來的感覺 你自己看看聽起來感覺你喜不喜歡你自己做調整 或者說你旁邊可能有人 你也可以切成一些全指向或雙指向 就看你自己錄音的需求怎麼樣你自己做調整 我再切一下其他全指向的聲音給你聽 那大家聽聽看 現在這個是雙指向的聲音 你聽起來感覺怎麼樣呢 那再來第三個優點 就是Blue跟Logitech G-Hub可以形成一個非常好用的生態鏈 Logitech G-Hub算是一個非常強大的App 我們可以直接下載這個App之後 接上我們的麥克風 這時候就可以看到最強悍的一個功能叫做Blue Voice 而這個Blue Voice 基本上就已經幫你調音了 你可以仔細聽我現在所收起來的聲音 都是已經有經過Logitech G-Hub所調音的 像我自己最喜歡的是Class Radio這個模式 那或者說你不喜歡Class Radio 我切幾個模式給你聽聽 那我隨便切一個就是Bass Boost 簡單來講就是低音的部分會比較加強 可能我是男生 不知道我低音現在聽起來感覺怎麼樣 那再來還有一個Warm and Vintage 就是讓我的聲音聽起來更加的溫暖 讓你看看聽起來怎麼樣 但是我自己用起來的感受 我還是最喜歡Class Radio 我現在把它切回去給你聽 那你現在聽聽看Class Radio 所收錄起來的聲音到底是怎麼樣 那或者說你不想要使用Blue Voice 它所內建的好聽調音 你當然也可以自己自定義做調整 那你是要把低頻高頻調高調低 或者說調整噪音降噪等等的 都可以你自己做調整 自由度真的算是非常非常的高 這邊也不得不佩服說Logitech G-Hub 它在設計這套App的時候 都有想到我們在直播 還是收音各種需求 那再來還有特殊變聲 以特殊效果音 我們可以在Effect 這裡 找到不同的變聲效果 我簡單隨便放幾個聲音給你聽 那我現在的聲音呢 就會變成是DJ Robot 或者說 現在的聲音又像一個外星人 這個你都可以自己做調整噪 其實它有一個內建 跟觀眾互動的聲音啊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啦 如果你現在在找一個麥克風啊 你有各種錄音啊 直播啊 甚至你有想要跟朋友玩遊戲 或者說視訊會議的需求哦 我覺得Blue Yeti雪怪呢 真的算是一個很全面 又很親民的入手麥克風啦 而且它的價格其實並不是真的那麼貴哦 雖然房間很多品牌可能說幾百塊啊 甚至一兩千塊出頭的麥克風 當然你要使用還OK啦 可是你認真要跟這種 音質比較高階的麥克風相比 那個品質還是有點差異哦 甚至我們可以誇張一點來講啊 Blue它本身的麥克風呢 質感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光是這個外觀的差異呢 我覺得就值得這個價格了 更何況它本身還有音質上面 天差地遠的收音差距哦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預算還OK啊 你也可以把預算再往上拉一點 升級到Blue Yeti X 好像換Blue Yeti X的收音起來給你聽哦 那首先Blue Yeti X 一樣是一支水準很高的麥克風啊 如果你的耳朵夠靈敏啊 更敏感啊 你應該可以感受到Blue Yeti X 它的收音呢 應該是有比較動聽一點啦 而Yeti還有Yeti X 還有一個最大差異就是音質規格啊 Yeti呢是三振膜電容音頭哦 那Yeti X是四振膜的電容音頭 以音頭越多來講呢 收音細節就會越靈敏 成本當然也會越高啦 但是呢基本上Yeti就已經符合錄音室等級的收音音質哦 可是你認真在比較一下 我現在使用Yeti X 還有剛剛使用Yeti的互相差異 預算過還是建議你上到Yeti X啦 前面呢有11段的音量指示器哦 你可以看Yeti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那甚至前面這個調節鈕啊 它也會顯示說 現在是不是爆音了 所以你是可以很直觀的 直接去調整聲音的大小啊 你可以看我就這樣直接去切這個電源開關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在收音的時候 最怕的一點就是爆音嘛 如果你已經爆音的話呢 這段聲音就算是沒救了 相比之下說如果你的聲音呢 先收起來小一點 但是我們後製調整的時候 再把它拉大就可以了 但是呢爆音就是爆掉了 不管你把它聲音啊 用了再低再小都沒有用 我自己先示範一段 我先讓它爆音啦 然後呢在後製調整的時候把它拉小 你可以聽一下那個音質差異有多少 我先把它調到最大 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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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現在直接讓聲音再讓它爆掉 它現在已經顯示出紅色的爆音鈕哦 在爆掉的聲音情況下呢 我再把它拉小 讓大家聽起來那個聲音感覺怎麼樣啦 以後再來學校看老師 再來還有很酷炫的是 你可以在BlueVoice裡面呢 調整類似RGB感覺的燈光啦 你可以自定義說你平常要顯示的燈光啊 是藍色、綠色、紅色等等不同閃爍的顏色哦 如果你在直播的時候啊 有把麥克風露出來 這個算是一個非常酷炫的功能啦 那再來更不用講哦 我是覺得說BlueEatX啊 它整體的做工對比BlueEatX來講呢 也是更加的漂亮的 我把兩隻擺起來給你看哦 你可以發現BlueEatX呢 它真的就是比較高級的感覺一點 當然這個就看你自己怎麼選擇啦 那再來如果BlueEatX跟EatX你覺得還不夠 你預算也OK 那你可以升級到BlueSpark XL 這個東西呢 被我掛在上面了 我拉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長在這裡哦 我現在把聲音切換到這隻BlueSpark XL 收起來給你聽聽看感覺是怎麼樣啦 以BlueSpark XL來講呢 它是屬於大正模錄音式規格的電容式麥克風哦 因此呢你如果使用到這支麥克風啊 你需要的東西會比較多啦 並不是單純像剛才的BlueEatX啊 BlueEatX直接一條USB線接上電腦就可以直接收音了 你會需要錄音介面啊 幻像電源還有XLR的麥克風線啊 還有整支的麥克風架 但是呢克服這些之後啊 BlueSpark XL就會給你更多的規格去使用哦 大家可以聽一下目前收音起來的感覺怎麼樣啦 我自己是覺得說這支BlueSpark XL啊 它收音起來的聲音更加的沉穩 當然還有一個最大重點就是我在家裡面錄音啊 可能還是會有一些環境的噪音 並不是專業的錄音室哦 不過呢這支BlueSpark XL 它的賣點就是有著高通濾波器 還有-20db的收音啊 就像我剛才講過 你在收音的時候啊 最怕你先收起來就已經報音了 那個就已經沒救了哦 只要報音那個音質就是跑掉了 因此這個BlueSpark XL 它所搭載的-20db的摔檢器啊 就是在你錄音的時候呢 它先使用-20db的聲音收進來 就是要防止報音啊 然後維持一個最真實的感覺給你聽啦 你基本上就不用怕會遇到報音了 所以呢有比於BlueEatX還有BlueEatX哦 你需要的配備算是更多啦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哦 如果你只是在家裡單純直播啊 跟朋友聊聊天 甚至打遊戲開視訊的話 BlueEatX可能就會非常適合你 因為就是很簡單很好架設 可是呢如果你有更多其他需求哦 例如你可能會收入一些吉他啊 樂器啊等等不同的聲音 你也會接一些音訊介面啊 還有混音器的話 那這支BlueSpark XL 它的上限值就會比較高啦 整體的聲音呢 都會比BlueEatX來的更加的優異哦 但是就是比較麻煩 所以我才說那個上限值會比較高哦 所以總之要講 我之前一開始收音 我是使用BlueSpark XL 看起來算是很帥 但是呢 當我後來改用BlueEatX啊 跟EatX之後呢 我主要目前的直播收音 還是使用這兩支麥克風啊 因為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簡單 就很好架設很好用哦 所以這個看你本身 配備需求有沒有比較多啦 如果你其實還好 那選到BlueEatX跟EatX就非常非常的夠用 那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有更高的收音需求哦 那BlueSpark XL就會比較適合你 但是強調也是 它就是比較複雜 比較麻煩 而且它預算也要拉得比較高哦 那你弄不好架不好的話呢 BlueSpark XL 它整體收音起來的感覺 可能還會輸給BlueEatX哦 那這個就看你自己本身的需求啦 好啦 那上述呢 是我各種使用麥克風的心得哦 也跟大家分享說 我是怎麼架設我的直播麥克風的 或者說你不拍影片啊 你有一些直播視訊啊 我覺得一個好的麥克風都算是非常重要 希望是有幫助你選購到一支好用的麥克風哦 或者說你有任何問題想法 都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討論囉 那最後就是不妨礙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開放並且小鈴鐺 才能收到問題都開箱 以及按下旁邊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